好,我们今天正式要准备进入谈什么叫做以资料样本去估计位置量数 前面的就是在第七章之前 那个我们谈的都是描述统计 就是把资料给加以就是用把它把透过那个计算量数 包括集中量数或变异量数 集合成一个或一组的量数来描述资料 或者说用许多不只是统计学 在许多需要用资料来去说明领域都已经习惯的统计图 把资料中的资讯给呈现出来 然后在几率入门那边 我们也都也已经知道了 知道了集中量数 就是说集中量数跟变异量数的计算 以及各种统计图的制图原则 其实都跟几率有关 好那么这就是稍微做一下前情提要跟复习 好那因为从这里开始我们要准备进入推论统计的领域 那推论那么另外呢 这本书他在第八章开始走到那个下那个后半部的统计方法 这部分呢他都是走的是次数主义的路线 好所以估计跟假设减低也都是讲的是那个次数主义的方法 OK那这跟那个一般的统计书是一样的 OK那我们在这个第八章 前半部8.1到8.3谈的还是比较是偏理论概念的部分 然后后半部就是比较是实物上讲的就是所谓的点估计跟区间估计 OK那我那么我出的那这次的这个作业 它其实还不算是一个 它真的就是算是一个纯粹的学习性质的一种作业 我现在先切到这个示范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你们有课前如果有做对的话那很好 那如果没有做对你们可以现在先来把它 先把你的作业的OMV档改成我这个样子 我这个方式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 这个前面两栏是电子书的这个范例资料库就已经有了这个资料 就是这个IQSync这里面的只要是一万个虚构的那个IQ测验的值 然后那个作业是虚拟说我们重复做了十次的实验 就是每次找五个人做这份那个智力测验 然后计算他们的那个智力分数的平均 然后变异数标准差等等 OK好那我这也要稍要首先呢 我在那个讲我在做进一步讲解前 我先请同学你们在这个报表上 你们现在已经应该知道 现在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注解功能了 请你们在这个descriptive 你看在那个表格表这个表格的上面或下面都可以 或者说在公式这边可以加一个描述 这个IQSync是它本来就有的那个计算变数 计算变相 这个是指的是虚拟说 是从一个母群平均值 母群参数平均值是一百 也就是你们看下面 它这里就有一个公就有一个函式 none这代表说是一个常态分布 然后它这个常态分布参数平均值 或者说期望值是一百 然后这个是变异数 不是标准差十五 那如果要看详细的话 那个Jamovi的函数选单中 也会有说明 那我这里看有这叫中文版 还算不错 它已经有开始把这些函数的中文说明给加进去 然后那个模拟抽样 Simulation 英文版它是叫Simulation 就是从常态分布中之后 然后它里面的这两个参数就代表是 一个母群的平均值跟标准差 也就前面我们在谈那个几率分布的时候 介绍常态分布 我们也都是围绕着这两个参数打转 那你们可以在这边 如果说你们要详细的话 详细点你可以在这个公式的 这个计算变相的描述中 你可以加些笔记 让自己加深印象 让你知道这个None的这个函式 它里面这两个参数是什么 那也顺便议题 如果说你们有时候是要改用Excel来去处理资料 或做这种类似的模拟数据 它也有一个功能一样的常态分布函式 好那这里 那在那个GEMOVI里面呢 这个这一栏它会产生多 那它会产生的就是说 是从这个常态分布中产生出来的乱数 或者说随机数 随机数值 那你们可以看它的那个数值 大部分都是那个到 从那个99 就从大约是在100左右 那它会产生几个取决于说旁边 你如果说你 它这边是一定要摆一个名义变相 或者是次序变相 就是它要 它是会根据旁边的这个变相 它有摆几个数字 你就可以产生几个 所以那你们可以从描述 统计表可以看出一件事 就是它的这1万个数字 它的平均值很接近 很接近那个这边 韩式里的设定 就是平均值是100 标准差 是15 对不对 你们可以在这边 你们可以在这里做个比辑 然后在表单这边说 就是在表单这边说明 IQSIM中有什么注意 要注意的地方 那这个也可以给大家 跟你们讲一件事 所有的统计实物 我们讲到的母群 都是理论上的 所谓的理论上 就是说我们只能够 最多只能够根据我们的某个理论 或过去文献的发现 我们会觉得 它会是像是什么样的几率分布 然后这个几率分布的参数是多少 所以这个所谓的平均值 期望值100 标准差15的常态分布 它实际上是一个理论的 然后这1万个数值 只是这1万个数值 所构成的这个样本 你可以算说 它是一个逼近这个理论分布的 一个样本分布 那如果说今天是上心理测验课 老师会告诉你 这个叫做常怀 但是这个是随机虚构出来的 OK 所以这样子有一些了解了 知道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前面还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来去谈几率的原因 可是现在我们是母群 就是做一个 在结合前面我们 我们所知道的几率分布的性质 再配合 现在我们看这个虚拟数据 来去做一些 那个 做一些对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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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